词曲 李宗盛 还不知道路呢 那就想办法找出路 总之我们可得尽快 那不如去梁州打听北山绿洲的消息 你说羊肉不错 你先别急 且说星巴发生了什么事 还不是为了这乱事 这些年啊 咱们这个地下 天天吵得要北发 上岸倒是没打几场 可田税就涨着飞起 晚年还好说 过得近八点 但总归还能活 但今年这十货 我们说夏天收成 宗族里的青壮连门都不敢出 这简直要夺这咱们宗族鸡白口的命啊 小老鹅没办法 只能抽出了一些银子 想着转救批十支进来供养中神 因为担心路上的死灾 还特立起那些乡里的烈死人护行 谁曾想坏就坏在他们身上 这些青疲走到半路却深深不在心 偏是要我给他们涨价 谈不拢 直接是吸引我车 车是扬长额去 小老鹅见他们走了 敢想去收拾 可却突然窜出大批大批的金怪 哎呀 要不是咱们跑个快 怕是连命都要没了 哎 你这是老头鹅 胆子可真大 十支线全是幽影之邪 对这些不太聪明的金怪来说 可是好宝贝 你竟然还敢运上 哎 不过你之前为何没吸引到金怪 要想来 因此原本的货车之上没有设有些风镜 尽端了十支金的气息罢了 车被破坏 风镜也受损 气息便遮掩不住了 对对对 因为我这币货的货主可是特意嘱咐过 说车上是有法术 机会不会是江湖瑕士 会言独具 只是不知诸位人否 这 与其 湛起 湛起先不说这老汉 一点贼没熟也 但论道理 如果那些烈士忍真发了狂 为何不卷走货物 反倒是湛起 散落在山间 或许只是命狗稀巧 况且 他口中虽然害怕 可眼神里 却明意识畏惧 我看事情 或许未必如他所说那般 阿良 你究竟是不是石伦公的弟子 便是你说的对 事情正和他说的不同 又如何呢 我们既遇到了他 便是不能任其自身之灭 石伦公手中指正 不论黎明赴死 难怕此刻只剩我一人 也断不能罔顾是非 老人家 我们帮你 可真是多谢诸位 多谢诸位 诶 几位别急 石似金可不是良善之物 小老儿觉得几位 还是不要碰触 我这有一些莫具 所造的机关蜘蛛 可趋势才进 诸位 仅可使用 知道了 诶 那不是今日诸位相助 我这回去便是要跳进江河中了 下次小心些便好 他们要涨价便让他们走 总归比这样好些吧 明白明白 到底还是江湖了 说话还是暗含计讽 出门在外 小师便是大德 多谢多谢 阿良 方才 没事 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 那这样我都帮你完成你想做的事 那接下来 你能不能也陪我去验证这些猜测 好 诶 诶 玉子哥鱼琪姐 你们在说什么 小布脸拿那么多问题 跟上就行了 诶 诶 真是秘密 前而谢就还要恨气质办事 半路拿刀架到脖子上涨架 不干海鲜的霍卒的物 你这怕不可烈时任规矩 诶 给你 妻子说保你平安 于是咱们这一路蒙收石灌 连道口都给你躺了 甚至要搭上兄弟们几头姓名 你还敢说咱们不讲规矩 但我们干了这高头 刀口天起的话 壁子不直接换梁耍回家里 就是花在小碎床上 哪来的生活去 你不给老子找补 老子怎么得上折了兄弟们安心伤 你莫合这不是卖馋 这是到谁有人好让拿去 这一收获看起来就像价值万法冠 可出货是先君虚贺成响 再有打的小小蓝头一番剥血 到了 君在手里也是十分一二 你有兄弟我也有一是宗族 带...带补鲁 我给你找补了 他们怎么办 吃西北风得着饿死吗 我跟咱们俩 得着下白一天 有什么不清 怎样 我方才叫那边少林过来 可是 那平平地如何 这不是我刚才收容货物的少林吗 他们怎么来 不过也好 我俩的方才也有交情 想让他必为我出言 陈 就要这么办 喂 那边的少侠 莫在作弊上官的 方才我两人说的话 你也听清的吧 还老板为我两人断上一断 又来 蛤 那这不是时候 依我看 烈士人已醒醒过 还搭上人命 像你这商队老板要有些补偿 似乎没什么问题 但商队提前 也诸位有了约定 可不过他的钱 也并非大风刮来 我们上次是 帮老板 我们正式呢 不要帮老板 如果我说 老板 这钱你还是给吧 兄弟人 零百人 没想到 你是这样的人 要钱 自己来拿 才几个人物 这么多 蛮痛的 可以都不帮啊 你就要被两边都打啊 不是吗 两边都会打你 诶 不对哦 这场战斗如果都不帮的话 好像是 三方打架哦 三方都可以打 要钱 还是要命 呃 没钱也没命了 我脑袋一样 省缘了 你要砍就砍吧 他两滴 你还真的找个仇者 罢了罢了 你找个 补几个怪 剩下老子自己琢磨 这 老子是他两滴也是人 也不是马匪 和你说你 我是为了抢钱 天地之旅 天地之旅 但神雀功一直是主张正道 啊我知道我知道 行行 我们不谈这事 哎 前面是什么人 我们快去看看 哎 没想到我们寻到了个美人 小心祸装口处 哎呦 还挺有脾气 也喜欢 是他 这不是在兰州那会儿那个 无耻 恶心 你依依爷爷来也 哎呀 太好了 总算有人来帮我们了 哪里来的狗仔子 敢在你爷爷跟前撒野 今天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叫规矩 好我们要救他 所以是几回合 没有 黎幽不能中 他其实算抢啦 但我们还是要去保护他 好就这样 有一个保护 真恶心 我们得快救下那名姑娘 她被逼到悬崖边缘了 退无可退了 好 网路 小野猫 也只是越瞧越喜欢 抓心脑肺的喜欢 女士 拿下他 小心别伤了她的那张漂亮的小脸 小心别伤了她的那张漂亮的小脸 同样的 同样的话 小侠客说来听来 丝毫不让人气恼呢 诸位 我本名阿巴姆卢格阿里普 看名黎幽 诸位此番相助 黎幽该如何表达谢意 姑娘客气 只是想问姑娘 往返此地时 可有见过梁州附近一处绿洲 长着三棵棕榈树 绿洲 我乃高昌人士 对梁州一带并不熟悉 恐不能帮上诸位 不如 咱先一道去梁州城 让黎幽白酒答谢诸位 这 我等上有要事 不便与姑娘同行 告辞 诶 梁州有处扶来酒楼 那处行商众多 老板也久居西都多年 行许那处会有人知晓 你们不妨去问问 多谢姑娘 少侠若歇在梁州 那他日再见 还望诸位赏面 让黎幽白酒答谢 那一言为定 我什么只有你在这儿 白首去哪儿了 嗯 九音到兰州后 就未见到白首将军 将军似乎 似乎 似乎是 去了梁州城 梁州吗 九音 你在石之系中 有找到叫北山绿洲的地方吗 嗯 九音在石之系内见到的 只有混乱与无序 不曾见到过去之人 也就没法发现什么地点了 这样吗 难道 有十轮之力的人 才能在混乱时间中 追寻到想找的目标吗 九音 你先也去梁州 去那打听北山绿洲吧 九音尊命 悠先生 白首无端就去了梁州 莫不是 这是你的命令 诶 诶 依依在泥曼光渊里 查觉到 灵气流向似乎 有些诡异的偏转 蛤 偏转 这怎么可能 真的啦 而且依依还仔细观察了 那泥曼光渊 周围的地势 并没有异样 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依依在这附近 还发现了灌异的地方 那而是会有地脉灵气 这样吗 诶 要不要去看看啦 等我想想先 好 先直线 哦 一样是直线吧 灵脉异动 哦 哦 又没体力 这个怎么那么多妖魔 哦 法症似乎和我们自己遇见的法症 是同一种啊 此处的 也是地脉灵 引流症 对 不然那妖魔战略这法症 得拦截住他们 否则法症会给他们 给他们极大的助力 好 真古怪 谁会布置这种 抽取地脉灵力的法症 地脉也叫嚇自哭 这中间 究竟有什么观点 尹尺哥 这是什么地方 好古怪 和我们走过的地方都不一样 一一别说话 这洞窟内似乎有动静 哇 听着动静 该是庞然大悟 这是鬼魄狮王 不好 他发现我们了 来了 鬼魄狮王 终于出现了 为什么我会知道呢 因为我玩过第二次封射 很明显是鬼魄狮王吧 诶 我这次我没有洋云佐了 好就这样 诶 我们合力 应该能解决这怪物 好一样反正就是 你可以把他打到 把护角打破就晕眩 晕眩的话 他的大爵就不会放的话 就这样 果然传闻不假 看见了这种不完善的造物 距离十方鬼众的明皇丹音 也就不远了 你也不过如此 你是割起那好不容易炼化的幻剑的力量 才从家下之窟里出来的吧 哪些是 对 你还要是 好 真是 逃不过宿命轮回 怎么叫真正的生命呢 哦 你这说法都正合我意 有趣有趣 没想到这世上居然还有和我一样的人 啊 你猜诸天星耀之力的倒影 会不会就是地脉呢 你说石轮从星耀中照出往昔的人 故去的魂 但为什么照出的却皆是我们的那些故人 你这么个说法 莫不是知道了什么事情 有些猜测 若我们其实都只是机体呢 若所谓天道国运都建立在我们的 早已腐朽的躯壳之上呢 你知道哪会有地脉的消息 不是吗 你这人好生奸华 拿这来套我消息 愿者上钩 总告诉你也不妨 人哪又觉得地脉就是龙脉的 你说哪儿这种消息最多 啊 明白了 我也不占你便宜 你既这般需要实验的地方 我便也赠你一处 比起这啊 我倒对你本人更感兴趣些啊 你而今究竟是成了什么东西 别找死 不过话说回来 你也不会死 哈哈哈哈 若总有些事情想不明白 想要找到答案 那我们这般不死不生 也没什么不好的 不是吗 宝主 方才那什么鬼魄狮王 究竟是怎么来的 依依听说 是一个叫明皇的人搞出来的 他创造这种怪物的地方 被传说叫创命之间 什么 明皇 世间怎还留有这些 创命 创造出这种被缝合起来的玩意儿 叫创命 众生平等了 我也听说过些传闻 寻天地二脉的流淌痕迹 就能发现这些地方 是啊 就像这样 就能找到了 这些地方 都有刚才对战的那种东西 是吧 千万小心这种被创造出来的 这种被创造出来的 生命啊 岩生火 寒生冰 幽暗生暗 鬼魄狮王 也有自己的属相 因为明皇要创命 所以传闻创命之间内 有奇奇怪怪的材料 能在紫禁王顶中练画哟 诶 这个又是什么 为什么还会有天然形成的花纹 这四王的花纹 可乎是魂之脉弱 是啊 因为魂被拘役一处 天长日久 力量痕迹就被烙印于牧石 那这东西有什么用呢 能 富灵 提升朱能 这是如何做到的 用的是魂的力量吗 传说 创命之间建造的地方 与地脉相关 岩生火 寒生冰 幽暗生暗 所以能带来一些特殊的效果 其实这应该就是与地脉的一种共鸣吧 那岂不是说 创命之间的位置 也和地脉有关 应该吧 不过这些都是依依听说的了 家乡的长辈都是这么说的呢 又和地脉有关系啊 真是古怪 软尼 接下来 难道依依在沿北看见的 就是 确实是明桓 小不了 你一个人在这滴滴咕了 什么 没什么啊 玉石哥尼比突然在依依背后出身 太危险了 安 危险什么 安 他不小心以为有人偷袭 给你一下子 那可就不好不好了 別擦開話題 小不點 你瞧見那鬼附失望之後 就心事重重的 怎麼了 欸 你們就不擔心 冥皇這個人又出現了嗎 他神出鬼沒立場不明 總想說明製造人 哦 總歡迎那個九陰 是不是就這個人造出來的 我這還是一頭 頭一回聽見這個人名字 那知道要擔心什麼 造語心說法 是個拼湊實體的怪人 沒 這麼說其實也沒問題 但 按說他已經死了又死了 他不斷借失 失望之數復活 總之 出現是沒好事 他 通常會出現 對自己感興趣的人的面前 什 什麼意思 為什麼這麼看著我 反正就是一一覺得 冥皇對你很感興趣 這 這聽起來好像 不是什麼好事 好 就能增強屍鬼的力量吧 免 這是什麼法陣 居然還能增強屍鬼的力量 先清理乾淨這裡 再查探這法陣 神魔供刺破 這法陣像是才被激活的 這法陣肯定是上古之物 居然還有人知道這法陣的原理 那豈不是得什麼活得很長很長的人 又或者是 忌魂轉世之人 這種法陣 還有什麼鬼魄師王 莫不是明皇 但明皇除了創命 應該不會還有其他愛好吧 好 沒屁 小不點 你記有之前那些法陣的事情嗎 當然記得啊 你提到三眼的法陣 是覺得有什麼古怪的地方 這個這個 一一覺得那法陣不是一姐姐說的 是五百來年錢的東西 和我們這幾次看見的法陣 應該是銅圓 銅圓 那豈不是說 其實也是在戳地脈的靈氣 應該是這樣沒錯 但一一也不能打發票 切實無誤啊 玉池哥 你想到什麼了 就是法陣的問題 要是 要是石 會異化法陣 地脈靈氣又被法陣抽上來 而石之源 又需要地脈靈氣 玉池哥覺得 這像是什麼陰謀 螺火當年不一樣的案情嗎 收不上來 總覺得 不到對勁 我目前發現的法陣 幾乎是圍在家下之窟外 就和 雖然用來鎮壓家下之窟似的 哦 魚姐姐與其根 你們還記得三眼法陣那會 讓凝聚起來的煞嗎 當然記得 怎麼突然說這個 就是突然想到而已啊 那這次怎麼呢 為何好端端地提起大步步的法子呢 這把這次的法看起來好熟悉 一一想想哦 這似乎是你有的法陣啊 這還沒有出現殺 當然 這有石怪 你們看 他們這麼不斷玩這個法陣的移動 要是這石怪 佔據到法陣上 會不會被異化 凝聚成殺 沒 那可 趕快阻止石怪到法陣啊 不好 這石怪已經接近法陣了 好 呃 好巧的感覺啊 沒 你說要抽清楚啊 玉汁哥 你這想到什麼了嗎 我總覺得 似乎發現了什麼事情 我已經有遇見鬼迫失望之後 我們路過一個法陣 在之前 我們遇見殺的那個冰窟 這幾個地方 啊 這幾個位置 似乎像江夏之呼圍到在其間了 沒 但要將丁曼的靈氣引流出來 是為了什麼呀 呃 這個 哎呀 上屎我也不知道 真古怪 詹女為什麼會 似乎找知道些什麼 詹女嗎 這個女人 真的有點詭異 嗯 周深的寒氣怎麼 消盡了 前輩 是 是你們將我從境中解救出來的 是 是 也不是 既如此 那我便不問你們那個問題了 妹啊 什麼問題 前輩 前輩你別賣關子呀 這是怎麼了 我看看我看看 天下大事竟然還有本君不知道的 豈有此理 看樣子 這些事確實需要大家一同上陣才能解決 那是你們太弱 本君當年一人便可拳打南山 交叹悲哀 無以百計 喂 你確定不是 翻肚皮滾地毯換來的勝利 你怎麼這 你怎麼這 本君看看 這時間開始遠征倒不錯嘛 算這些妖邪有眼色 這出來的時機本君還能吃的晚飯 好 針對首領弱點 擊殺首領獲得豐厚獎勵 遠征中可以針對首領弱點 上次陰靈可以提供更多戰力 然後會有屬性職業的陰靈 就是首領獲多種弱點 好這還沒開 好大概就是這樣 要記得要去攻略會有得到一些報酬 阿良 真的要在城內打聽消息嗎 我總覺得這樣有些不妥 我知道打聽消息難免引人注意 但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只知道北山綠洲在梁州附近 但又找不到路 就是就是來都來了 你們看 這就是來福客站了吧 先進去玩玩 還能 吃一頓 你這是順著味來找的地方吧 這麼快就找到了 芸汐 走了 我們進去吧 芸汐 這來福客站怎麼這麼冷靜 不像那刑商姑娘說的那般啊 小心些 別是家黑店 哈哈哈 這店黑不黑我是不知道 要是黑店 那老子之前 就當是未名除害了 你們可真是會找地方 真是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獄無門 你偏行 哼 你們個良俗 你就會掏口頭便宜啦 居然用暗器 依依 依 你怎麼樣 啊 小昭 我今日若是慘遭不幸 你可願聽我說一句 閉嘴 這是 冥墨血 死毒劇烈 毒伐迅猛 須得快解 解藥拿出來 解藥 先保住你們自己的命吧 好 左邊的保護要拿 要保護他 欠面所有力的 硬木鞋不給死 嗯 只能先拜封寒 又過去拿了 哦 就這樣 這毒 好 很有事 快不行了 哈哈 天玄門殷無邪 你還真是有些好朋友啊 哼 殷公子可是中了明墨血毒 無妨 解藥已拿到了 殷公子 殷公子無礙便好 我家主人特意前我等來接公子 還勞煩公子隨我等走一趟 末將白手 半使不力 未抓到天玄門殷無邪 請主上責罰 責罰 我記得吩咐過你 暫時別和玉池良一行打交道 免得讓聖女發現他們蹤跡 先我一步拿到刻盤 他現在可不那麼聽我話了 不是嗎 末將 末將當真沒料到會撞見玉池良一行 未料到這回的事情就這麼巧了 主上確實巧合 末將聽聞他們在打聽北山綠洲 想必刻盤就在那處 北山綠洲 哼 居然是落在了北山綠洲 當年 哼 有趣 這事情越發有趣了 主上 那這刻盤 末將是不是去給您帶回來 只是聖女那頭 聖女會不會也知道了可盤所在的位置 他當然會召你去辦事 你去就是了 至於如何做 你自己心裡清楚 至於天玄門 嗯 中原武林既還沒大動靜 那天玄門少主想來暫時也派不上大用場 先放過他一回 說不定 他還有意想不到的作用 白首 西夏宮內應當藏有地脈圖 你且留意著 過些十日西夏皇帝會離宮 等他出來就還得有事去伴住他 末將明白 末將這就去辦 今日你的兵馬來的還算是時候 否則少爺我怕是不得再和你這老傢伙通淫起談了 哈哈 那就好 那就好 誒 這幾位可就是你常提及的固有 這位是蛇叔明 蛇德 老傢伙可有好酒 你們若是想要便向他討要 誒 你一人惦記著我的酒還不夠 還招朋影伴來偷 你這老傢伙這麼保衛著你的酒 這回還叫我來喝酒 有事你就說唄 做不做 得看少爺心情了 嘿嘿 你這話說的 日前聽問你追什麼玄冥教 這不是正好 我眼下也有他們鬧出的事解決不了 正好就喊你來了 這城外沙漠裡有個北山綠洲 最近來了會流寇和玄冥教有勾結 這不是就想著逍遙你了嗎 這麼巧 既來之則安之 反正都得去北山綠洲 裡頭 美哈?! 在 在我關電話日 雨 晚上 沒光 你幾個 真的回頭禿眼的 欸投了 電你的扎手啊 哦 訴說 哎 幾個後生看著生呢 所動卻很大的不行 兄弟就走啦 走向我們三 會切 別垂頭上氣了 下次碰見 可能他們給兄弟們報仇便是 哎 討人說的是啊 摩登下次 一眼眼我送上門來了 哎 討人 就是這幾個小畜生 敢欺負到爺爺頭上 坐死 坐死應該是指著死的意思吧 小畜生 居然如此狠啊 通了他一個人 他都在我的報仇 好 咩 咦 你為什麼會往西夏這兒來 這不是追查雲征兄 一路也就追查到了這兒 到未想居然又遇見你了 哦 那 咦 你追查到什麼了 只是略得了些消息 倒是小招 你們要找的那東西還沒找學啊 沒有 小招 何日我帶你去天玄門看看 天玄門望盡風上的月色很美 我去 為什麼 小招 你怎麼了 打擾打擾 這有古人雲 明鏡半邊拆一股 人生何處不相逢 姨公子 若有緣 這小不點自然會與你同上望見風 但這般問 倒失了你往日風度了 律師兄說得有理 我這是順口一說罷了 不過說到賞月 那今晚上不如我們哥倆一同飲酒賞月 大漠月色或不如山巅 卻想必也別有一番風味 你覺得呢 甚好 那麼我們便飲酒手藝 只是明早怕許有人叫了 哎 你們 依依 莫管他們倆 我們歇息 明早還須趕路 咪 醒了趕路了 喝酒不帶一一 咪 什麼人 噓 我們躲起來 先看看什麼情況 他們怎麼還不來 他們怎麼還不來 哼 你們怎麼才來 你們怎麼還在這兒 白首大人和九陰大人 被那位新安排的事辦住了 要我們蘇去北山綠 玄冥教的毛賊們 想你殷大爺沒有 嗯 你無險 呦 認識爺啊 這麼急急忙忙出來 真是想我了 想你死 想你 想你 想得要死 是這個意思嗎 你們有沒有聽見 聽見了小招 你這神奇就想到什麼 咩 跟你說話了嗎 正式的 玉石哥是覺得那馬賊是在等人 還是他們根本就是玄冥教頭假扮的 我倒覺得這不重要 但有點道教我好奇 覺得有些奇怪 玉石兄 莫非在意的 是當時那幾人口中提到的 白首和九陰被施辦住了 不錯 那找那些東西對玄冥教而言 至關重要 但又有什麼事情能辦住白首和九陰的手腳 那他們的手要目標 根本就不是循 還是說 這是吊虎離殘之際 捏 又惠者全名叫上頭的人 其實有兩個 這兩位說不得 或一箱死半子 底下做事的人就難了 惠者是好奇 故有始疑問 若公子不便到來 便當我未問過這話便是 欸 你怎麼說到境外 其實吧 我真的交了朋友 現在是不論出生 蛇老兄非我送人不假 但也不是金賊 蛇老兄他 雖是蘇敏 但其實是咸於野鶴般的人物 上目的朝 下朝廷中人 蘇敏 都打起精神來 他們隨時 很奇怪 他就是 你剛剛說 他就說 你怎麼不說 他就不說 他就不說 他要去 他就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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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速 御师兄 便如昨夜约定 这次东西 就由我拿给你们 这怎么了 怎么看着像有异变 盟 定是这帮贼人的同伙 方才想偷拿刻盘 但因无天地之灵力放身 被刻盘影响练化成煞 不是吧 玉池兄 我答应替你拿这东西 你可得 肯定保你周全 快拿磕盘去 别等玄冥叫的人冒出来 到时候更麻烦 我答应替你拿这东西 果然 阴无邪触碰了磕盘之后 并无异样表现 像是不会听见那奇怪的声音 为何我拿了酒 这是我的 新鬼磕盘是我的 你怎么敢敢让其他人触碰 把磕盘交出来 终于来了 我们快走 遥光引天符 阴无邪 总有一天 白首 我们没拿到刻盘 怎么办 无妨 我即使去和圣女禀报就好 只要告诉她 她要找到那天旋门阴无邪 与玉池良三人 正巧在一处 圣女 有说过要找阴无邪 此人究竟有何特别 哎呀 这你就 就不用管了 反正我有法子交代 那位关注的人和事 圣女都会留心 自然不会怪罪我们 没拿到刻盘 那一位 将军是说主上 但但主上所留心之事 却也于圣女所求 以刻盘降下忧成 无碍呀 九阴哪 问题呢 不是非此即彼 你呀 还是别管这些了 四十轮环 中幼时 百年不见南山村 本来得是玉池良拿到刻盘 我才能感知到啊 哈哈 不妨看看吧 这个人到底还能为我 做些什么 哎 我说那个 玉池良 别是你挂在嘴边的天意天道派来帮我的吧 你早年的视线 莫非是出了错 你只知视线的前半截 却不知道后半段 啊 我恐怕你所得到的视线 原本就不完整 上天根本没给过你的案 但世间多有防患伟然的人 他身边自有见错人随行 这一代不动尊者也有准备 除十数亿精脉做实之既存 失心法的人注定活不长久 哼 你们这些道貌黯然的伪君子 一人之死可救天下苍生 那此人也应该死而无憾了 你可真是让人恶性 视频果然有提升自身属性的妙用啊 想来着不同的视频将有不同的提升效果 得仔细留意吧 这里的话原本的专业变成视频 不同集中部位可以配下不同的视频 由视频带来的所限提升 叫出战时生肖 那这个是物攻加5%之类的 是什么 法方 好 别跑啊别跑啊 诶 你没过来 我已经看了 你这罗老子就逃 老子就 没 好吧 既然你这么不喜欢我就走 不过这只算云子 我也就拿回去咯 诶 等等 五官兽领取 乃四兽零兽 四野零兽 万兽之兽 只会连小小姑娘的期盼 都随便辜负 来 罗吧 没 真乖 谁能想到人到中年 均等到靠出差的射向 过火的地步 不过这银子真香 嘿嘿 新鬼壳盘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作用 会有什么特殊的影响 嗯 确实会引来妖魔 一只薄弱的冷壳被迷惑 对落魔道也不一定 所以这壳盘就给我保管了 还能这样 那要是我 对落魔道怎么办 你 你平常落后的 平日间也没什么心 没肺 对落魔道可能不到你 再说什么 可能被引来的妖魔鬼怪 不是有我吗 怕什么 呃 什么能让你保护我 真是的 唉 算了 还是不问为什么 非得有我保管科盘 真不能 估计问不出答案 小招 你又要走了吧 云云真与玄米教宗的事情 我尚想问弄明白 他最后一次与我喝酒 所死后想站在天上上 至此 我便在位见过他 我当然去寻他 去吧 哈哈哈 别忘了 你说过万剑锋的月色很美 没有 因为血迹离开 玉石两将新得到的磕盘 安置于水性上 下处磕盘又会在何处 这九泉 看来我们去苏州了 没 我知道 就是那个祸什么道德的地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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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忘记了风吗 没有了 依依怎么会突然问这个 就是突然想到天宣门当年就在那吧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这 我还真的不知道 我以往离开时 能给我一些少去中原 送进都不怎么深入 更别说精神地界了 呃 这样啊 依依怎么了 依依只是觉得天宣门选那个地方 肯定有什么原因吧 况且总觉得 觉得什么 啊 没什么 我就是觉得这些门派都喜欢山啊 有些好笑 猴儿似的 玉石兄 此方可照月地形式 将东西拿到交给你 还望你往后别再以为我别有用心了 确实是我误会依求 还望见调 哼 我看一个姑娘还有话跟你说 我便从小赵巡路去 不搭搅你们了 阿良 阿玉西 你先听我说 我只想试探一二 你看 可白不也拿到了 阿良 可白这么重要 您只可轻易叫他人去拿 若是他单只巨星剖车 那该如何是好 哎 知道了知道了 往后不会了 我只是想着 英雄变在天旋门高土 我出门在外 能多加一个朋友 准备多数理的敌人来个墙吧 话虽如此 但你这次实在是 得利 知道了 反正任何女友弄完安排 觉得有了商量 再不可是搬行事 玉西 你究竟还有多少事情忙着我 如果是因为我血碰的磕盘并不一样 我胖子并不知道 那果白的声音 并非磕盘发出